在野外,那麼漂亮的風景 真的太讚了 太讚了 今天準備了一個戶外用的爐子 然後還有一些蘿蔔跟洋蔥 你說能跟鮑魚結合變出什麼花樣 給大家看一看我們今天的野外廚房 今天應粉絲的要求,你們想看的吃播又來啦 我們今天來野萃啦 粉絲要求 我帶了雞,然後做了鮑魚 等會我們就來做個鮑魚雞湯 把這些不要的鮑魚乾都剪掉 這鮑魚乾呢,如果在家裡可以 其實可以拿來做鮑魚乾醬 可以拿來調醬,挺好的,挺鮮的 好,我們塔斯瑪尼亞最新鮮的澳洲黑鞭鮑 清洗好了 它現在已經是可以赤身的級別了 然後今天呢,我們把它切了,拿來煲湯 告訴你為什麼我們來吃看看 它到底值不值這個價錢 為什麼那麼貴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來自塔斯瑪尼亞阿爾卑斯山的 塔斯瑪尼亞阿爾卑斯山 純淨水 現在我們要把鮑魚切片 然後等會丟在水裡跟雞湯 等下等會丟在雞湯裡一起包 我們要把鮑魚切成像這樣 鮑魚紙片 然後這鮑魚呢,是可以刺身喔 嚐一下 嚐一下 真的是特別的鮮 大海的味道 現在呢 它已經只會一半的票價了 等會我們再煮湯看一下 它到底值不值賣那麼貴 現在切點薑 然後等下跟雞肉一起 焯水一下 還有一點蔥 好 它已經開了 現在把雞肉丟進去 然後丟一些蔥 薑 整顆的白洋蔥 像這些蘿蔔的皮削了 直接在野外 沒收拾是無所謂 反正它是有機 它能自然分解 但是在野外呢 所有的這些廚房餐子 然後這些塑料袋 我們必須得帶走 可別給大自然帶來任何負擔 不過呢 給這個湯帶來一些甜味 蒸鮮 然後把它切 切一半 也比較容易入味 比較容易爛 好 好,我們的鮑魚片切好了 基本上 就切成像這樣子的薄片 打磨了過後 把鮑魚加進去 提鮮 我們把這鮑魚 全部加進去 下去唄 把它打開 等會一會就能喝湯 在這野外 雖然功績不齊前 但是 看到這這麼漂亮的風景 在這裡邊喝湯 邊看這風景 還是挺炸的一件事 這一碗湯 夠我們在野外三個人喝了 然後這邊天氣特別冷了 現在還在感冒症 喝上一碗熱熱的湯 幸福 然後湯已經炒熱 然後爆一片 爆一片 爆一片是必須的 然後來點洋蔥 甜甜 這一碗湯滿滿的爆一片 哈哈哈哈 這油軟軟的 特別帶勁 特別鮮 特別讚 這湯啊 放的鮑魚完全不一樣 它的鮮味真的是另外一個層次 太讚了 鮑魚賣這個價錢完全值它的票價 太讚了 太鮮了 享受 爽耶 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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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鮮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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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煮湯是不是最在行的是廣東 如果你們有不服的 請發 你們的地區 你覺得你煮湯的食譜 發在評論區 然後廣東的朋友 你看盧丹丹今天煮的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提升的 或者是加強的 有沒有什麼食譜 歡迎留在評論區 給我知道哦 我記得我有很多廣東的朋友 太鮮的飲品 你跟我說 現在是喜哥在喝湯 喜哥味道怎麼樣 這湯 哇 非常鮮 太棒了 潛完水來一口湯 沾沾的 對 熱湯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 乳蛋蛋